喂你听到吗啊我能听着你说 哎大哥我想问一下都是说你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是吧啊对 都是哎呀都是我妈都是说没见过什么世面都一直吧在国内待着 都是吧我现在谁都是六十都什么都是都是都是的 你干啥呢你都是都是的你正经说话不会啊 我感觉就生头跟着大飞机啊 我这可能说有点口音可能是有点口音就是说可能都是有点听着不习惯 我确实听着我很不习惯啥玩意你上我的人的中介我这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说都是我以前嘛都是说可能说对对国外不是特别了解 对国内吧都是说我可能说待的时间比较长啊 都是说有的东西吧都是有点见解 啊都是我不知道都是说你有啥见解你国内你国内多了解你说我听听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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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国内吧都是都是说感觉有点被排斥 你这说话这出你我跟你你到老外你都是都是的你也你上外国你也让人排斥 我为什么被排斥的都是说不是说外面都是说都是人对你排斥都是说家里认识的人都是对对我吧可能你上那你上外国就不认识你就不排斥你了啊 那你上外地不就完了吗可国内换换换外地不就完事了吗 都是为什么说为什么有点排斥的都是我的思想嘛可能是说跟周围的人他一直有点不一样啊你有啥不一样呢我听听 都是说吧都是不你咋的你他妈你说话有技能潜游啊啊啊你不不都是说一下不你不放个洗手机你是怎么后面接不上啊你现在你现在把那个豆是说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给我跳过去啊你直接从这儿一句说怎么还潜游上来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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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我就是在从小吧在国内长大然后呢自从都是2014年吧2013年跟我媳妇结婚啊然后呢2014年我闺女出事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吧我都说国内有的时候有的东西都是有点 说她情嘛也不是情说她理也不是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都是我闺女出事的时候啊都是我媳妇啊她是有点难产不是不是出事出事啥感觉是出事了还是说出生了出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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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了完了媳妇难产 嗯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吧都是说其实我的那个时候吧我媳妇她是可以顺产的啊都是可以顺产啊但是呢我们家人嘛都是说比较希望都是说剖腹产因为顺产吧可能要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可能要多花两个两个钱啊但是呢顺产吧可能说对我媳妇身体要更好一点啊但是那个时候吧都是医院吧医生啊 医生他可能说是我是我媳妇第一监护人都是不问我媳妇父母的他的意见嗯就是直接问我的意见但是我跟我媳妇那时候我们是相亲认识的都是没有说那么感情那我肯定是骗着我这边少花两个字都少花两个字然后我都坚持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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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坚持抛啊过了两年过日子吧我都发现就抛完都是说对我媳妇的那个身体 身体损患特别大我还真不懂这个抛这抛了抛了有啥影响啊都是我媳妇吧她的身体还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她的呃各各方面吧都是说她恢复啊都是特别的差啊我媳妇抛完了现在我们结婚有将近有十一十二年了啊但是她那个刀疤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啊 刀疤没恢复啥意思现在口还长着呢对对对都是说现在 没缝针吗缝针呢但是我们的医院嘛我那时候都我们家吧都说哎呀你再上医院再回医院费多大事花多少钱 然后都直接找我们那边一个小医生的给他直接插了线然后线当时都崩口了崩口了然后然后过后呢没有后续这么怎么疗养都是不是不是怎么得被特别的好啊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想都是说都是我们国内都是说 为什么都是说第一监护人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说第一监护人都是说是你的对象都是说你两口子认识说有多大的感情能比得上你的父母的对我告诉你啊你是看你是觉得你是觉得这个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媳妇的性命攸关的这个这个直击问的是你不是父母对不对对对对因为首先啊我告诉你就是你把你把结婚证 看得太廉价了这不是说不是说不是说就是夫妻一定比父母亲但是呢结婚证是个非常神圣的东西在你眼里面呢他就只值12块钱这是你的认知的问题这个婚姻本身就应该这么神圣结婚彼此夫妻彼此结婚了以后就是你们的财产也好啥也好都是第一继承权就是第一顺位你懂吗就结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再一个父母能不能干涉父母其实是可以干涉但父母难免会占立场相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他是就对于你们两个家庭来讲任何一边的父母出来说话完全不能完全公道完全客观而就算同样的立场换到你的嘴里面说或者换到你媳妇嘴里面说就合理因为你家就你俩嘛明白吧 但是如果说都是我闺女她长大了以后都是说如果出了这种状况的话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办法站在我闺女的角度去保护她 那你就别让她嫁人呢 你都是多赚点啊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也都是说想往这方面努力 再一个我看她的弹幕我不太懂这东西哥们儿知故镜是顺产好还是抛肤好啊 说对身体好啊其实应该是顺产对身体好抛肤产只是说你都是说省事因为你顺产的话你可能说比如说你今天哎羊水破了你可能在医院你要疗养一阵子这个对对对于什么家庭呢乱七八糟的负担的可能是稍微重一点 但是抛肤产的话那可能说哎不用那么费劲了都直接去了都直接直接直接一刀的事儿 等会啊 画面模糊我没动啊兄弟们 画面为啥模糊啊 不是去了一不一刀的一不一刀的事儿的问题你可以后你可以后说就首先你先听不听懂大拉说的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夫妻彼此作为彼此的第一第一顺位 就是才就听你的你像你这种你说啊我没什么感情我就我就结婚了啥 都只能说明你把婚姻看得太太无所谓太儿戏 明白吧这是你的问题这不是婚姻的问题 对吧其实我是想啊都是说 嗯我们都是说现在国家都是说现在国家都是说法令结婚结婚结婚的年龄应该是在23岁 嗯 都是说如果都是说我们跟一个都是说一个一个一个都是对都是情侣 你以后以后以后你女以后你的女婿摊上你这边老丈人我说白了 哈哈哈也也够呛你都是都是的真的你先你先这么说吧都是说如果都是说两个两个两个妻女 都是说从认识到谈婚认嫁确实很糊啊你等会啊我画面确实很糊好像cpu解码解解码的问题兄弟们 嗯他这现在不让调了他这不能调 好编码问题我我得我得关了重开我想把这个整完了再说吧你说吧 哎行可以都是说从情侣到认识都是说你最大都是说最少最多有都是说三年到五年 可能长的时间说十年十年但是对有一方肯定是受不了一般都是三年到五年 你卖没生了哥们 多大的多大的经历多大的那个都是希望都是说不是那我这我这听不懂你上来套着爸会要出国是啥概念呢这跟你出不出国有啥关系啊 都是我在想吧都是说这个社会我总觉得都是说对女性吧她是有一种压都是说排她 对女性她自己吧也是属于有一种都是说自我压制 就比如说我女性有没有自我压制那是那是你娶媳妇的问题我说白了你的口音我一听你娶那媳妇跟买的差不多吧 俩人都不早认识上来谈个价结了婚就这生还能够过过不了的散 你这跟女性有啥关系那这那归结得是你的问题哥们那你狗屁不是你但凡事就不至于这样了 你先听我这么说都是说如果说都是说如果这个社会不是说相亲导致都是说有两个人 什么叫这个社会不你代表全社会啊 你先听我说如果不我听你说啥你都蜘蛛叨叨叨叨叨叨那是怎么你代表全社会啊 全社会都像你一样都是相亲的说白了低了狗脑瓜过去了以后那些十万也好吧万也罢上就是我听你啥呀我听你呀 从我从小长大 你从小长大 你说话这出就招人烦 你从小长大 你都多于长大 你直接 当时就应该啥 你给我滚一下 当时就应该啥 当时就应该抛妇产的时候 那刀子拉深点 但你弄门的时候 就给你拉个印给你 给你拉根刀部脸 豆子豆子豆子 你这屁样还要挣 还要挣个稿钱 肖城歇趴睡觉吧 狗屁不是 什么玩意呢 彼此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